刘烨家中有三个词不能提 那就是谢娜 奔驰跟宝马 当时家中保姆无意中提了后两个 结果就被刘烨老婆赶出家门 突然有一天诺义就说 这个是奔驰 那个是宝马 我学习当时就急了 说这谁叫你 说是那个阿姨你叫 我说马上说那个阿姨 那对不起你赶快走 而这并不是安娜不尽人情 只是她突然发现 诺义能辨别各类豪车 一问才知道是跟保姆学的 害怕她从小养成攀比心理 所以就立马辞退了这位保姆 在教育孩子这方面 刘烨跟妻子安娜一直提倡勤俭节约 刘烨身为明星早已有着上亿资产 但在诺义身上却从来看不到 一丝富二代的影子 同样身为新二代的王世玲 随手一个包都价值数十万 而诺义兄妹俩上节目时 却从来没穿过什么高档名牌 身上穿的衣服都洗得掉傻了还在穿 甚至诺义妹妹脚上穿的鞋子 也是诺义打下来穿不上的 就连寻常人家难免都会有些嫌弃 但兄妹俩却从来没有一丝的不满 甚至安娜为了以身作则 每天都开着三轮车接送孩子 尽管刘烨送了她一辆宝马做生日礼物 但她却钟爱自己的三轮车 在安娜的教育之下 诺义哪怕是上综艺被安排到 满是杂物跟泥土的房间 也从不会嫌弃居住的环境 换成寻常新二代早就哭闹着要回家了 就连刘烨都因为无法适应 废弃窑洞环境闷闷不乐 诺义却暖心安慰父亲 表示这房子虽然破旧但很凉快 不得不说刘烨娶到安娜真的是赚到了 有这么贤惠的妻子跟董事的孩子 刘烨才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别看刘烨一副什么都要诺义操心的百烂模样 其实他才是爸奶中心思最细腻的爸爸 当时在爸奶节目中 节目组弄了一出密室测验 让几位爸爸跟孩子共同待在密室一小时 因为密室中仅有一部手机可以解闷 刘烨十分无聊地刷起了微博 而活泼外向的诺义也被闷得没事干 干脆坐在一旁啃起了电池 而刘烨看似沉浸在手机世界中 却第一时间发现并制止了诺义的行为 因为在密室中待得太久 再加上刘烨有轻微的幽臂恐惧症 在屋子闷得十分烦躁 刘烨很想把门踹开但又怕吓到诺义 于是便耐心地跟诺义解释 自己只是在玩游戏 在被爸爸提前告知是在玩游戏后 诺义也并没有因为父亲踹门而感到惊恐 则是十分开心拍手为刘烨鼓掌 而刘烨在对待孩子时 从不会以长辈的身份施压 反倒是跟诺义处成了朋友 在跟诺义交流时 刘烨往往会蹲下身子跟儿子平时 给足了诺义尊重 而他的教育方式也别具一格 别的家庭上节目都是爸爸细心照顾孩子 而在刘烨这里 诺义却比爸爸还要懂事 当时刘烨因为拍电影无法参与录制 于是便特意将女儿妮娜也送了过来 让两个这么小的孩子独自在偏远山区录制节目 霸哪儿的其他嘉宾想都不敢想 但刘烨却认为 让两个孩子相互依靠的同时 还能从小培养诺义的责任 因为刘烨跟老婆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 诺义的董事水平超过了很多同龄孩子 小小年纪就可以独当一面 刘烨跟谢娜同居六年 为何最后还是分到扬镳了 说起刘烨跟谢娜这对金童玉女 很多人仍觉得一难平 两人见证了彼此最青涩的时刻 把最美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对方 当时两人恋爱时都没有太大的铭气 在某次剧组聚会中跟谢娜十分聊得来 一来二去之下就走到了一起 而当时刘烨的事业正处上升期 但她却大大方方地公布了恋情 在某场金马奖典礼上 刘烨还当众表白了谢娜 两人就这样相恋了六年 刘烨还曾当众说过 只要谢娜今天说结婚明天我就会娶她 不过这句话终究没能实现 说起两人为何分手 我想大概是因为聚少离多吧 谢娜曾在节目中透露我 自己跟刘烨恋爱期间七个月只见了一次面 因为忙于工作缺少陪伴跟沟通 导致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某次谢娜去机场街机刘烨 此时的她凭借出色的演技成了影帝 现场有不少粉丝跟影迷都围堵着街机 直接将谢娜给挤到了角落 那一刻谢娜突然觉得自卑了 不愿成为某个人附属品杂 很想表现自己想混出一片天 最终凭借着不断的努力 成功在芒果占据了脚跟 事业上迎来了新的转机 因为两人都忙于事业 导致见面的机会更少 产生的矛盾跟分歧越来越多 最终导致了分手的结局 不过如今二人都已经有了新家庭 一切遗憾往事终究成了过往